骑车上路眼前的机车超诡异 缓慢前进已经快停下来 突然龙头一转直接大蛇行 乱骑通是喝醉了吗 但红灯亮起他也知道停下来 不过绿灯一起步又开始了 绿灯起步又是大偏移 差一点被后车撞到 一路上疯狂蛇行 危险上路是不是喝太多了 地点在台南人的路段 目击网友傻眼说 喝那么醉就不应该上路啊 危害别人恐怖哦远离危险驾驶 但也有人说他还看得懂 红绿灯会打方向灯 有使出路面边线 变换车道未一规定使用方向灯 以及骤然变换车道的违规行为 大年初三高雄轻轨又哀壮 路口监视器拍下轻轨正在通行 但左边的机车却直直撞过去 接着擦撞列车倒地 是完全没看到轻轨吗 幸好骑士头部受伤 但送医没有大碍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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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.68超过了啦超过了啦 深夜警方带到酒驾南 0.68明显太醉了 过年廉价酒驾大执法 光是台南永康 五天内抓到15件 11人涉嫌公共危险罪松败 春节放假太开心 喝醉上路 蛇行违规被罚事小 要是真的撞出意外 才后悔莫及 接下来台南高雄最后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